上部影片一做完 有很多人把通关影片传给我看 还有个好心人 直接做了一个晚夜版的出来 让我这几天夜不能寐 一直想着复仇 这样老板们这么会跑 那我就换个游戏类型 当我在吃粽子时 突然有了灵感 为什么有粽子呢? 传说屈原投江后 当地居民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 啃食屈原的身体 所以就把竹叶包着的糯米投入江中 我的结论就是保护屈原 秘武 村民 屈原 以及鱼虾 但我的鱼虾想要换成僵尸 去制作一个游戏 老板们准备接受挑战吧 首先我先去逛了材质商店 挑选了一些我感觉会用到的材质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我只是想逛街 逛完街以后就要开始制作角色了 为了能让你们被吓到心脏跳出来 我决定是要第一人真去游玩 晕三叮着就不要玩哈 首先呢先开始制作角色 老样子做一个地板 再做一个人 然后把它的皮脱了 再把之前切好的脚本直接抓进来 它可以移动了 但我怎么按空白键 它都跳跃不了 几分钟后我意识到 可能是这条线的问题 它如果碰到地板 就会是绿色 但我信心满满的又按了测试键时 很好 还是不能跳 经验老道的我 此时此刻 已经预感到 我肯定又疏忽在某个 我很想上自己一巴掌的地方 几分钟后 我确实上了自己一巴掌 原来我忘了在输入系统这边 加入跳跃 希望下一次 我能铭记这一巴掌带来的Tone 角色好了之后 就感觉少了个点什么 于是我先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点 然后完美 现在越来越像第一人称游戏了 接下来呢 就要制作怪物了 这次我找到了这个僵尸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nana还在整形中 目前不太能进来 当我把僵尸放到游戏时 想要看看他的动画 然后我被吓死了 有了心理准备之后 我再去看他时 感觉这僵尸有点兴奋 火力麻麻 这肯定能把你们吓得尖叫 有了僵尸之后 我就要开始使用 这位老师提供的思路 开始制作AI 首先 我需要让他寻入 在我想要的点走来走去 所以我设置了一个状态 叫做巡逻 当我开始测试时 起初我以为运行的很正常 就只插个移动动画 直到我看见他突然的跳起来 而我正要高兴时 他突然疯狂连跳 然后像看到食物一样 往前飞步 这就算了 他又突然使用瞬移 最后把自己给顺走了 由此可见 这应该是动画的问题 经过几十分钟的奋动 我把他原有的动画 改成了自己的 他不但可以跳 还可以跳得很假 明明没在跳 却还是继续移动 反正他当然都可以飞了 就先这样了 当然是不可能 就算我想象偷懒的时候 总是有事情发生 本来以为他走得好好的 几分钟后 又意外地飞出千里 花了一整天去找问题 结果错在我没把这三个打勾 打勾后完完全全没问题 然后偷懒的时间又没了 玄罗设定好了之后 就要开始设定跟随玩家了 当玩家被他看见 他就会一直跟着玩家 不管玩家跑到哪里 他就会跟到哪里 这样是不是很恐怖了 虽然感觉他跳得很有喜感 接下来就是设定攻击了 如果玩家与僵尸很近 僵尸就开始攻击 而我在自己的界面上加上了卸条 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还能不能活 当我测试后 发现僵尸在离我一点远时 还可以攻击 而我的卸条也变得非常特殊 根据掉把程度 我相信写条只是因为我的UI没设定好 而僵尸呢 我只要稍微调整一下范围就可以了 当我再次测试时 很好 头发掉的不够多 根据上面显示 我的程式肯定写错了 以及范围还是太大 当我修改完 再次测试时 写条很好的不会移到 只是僵尸的攻击就有点快 僵尸的部分大概都好了之后 就要开始制作玩家攻击了 因为要拿粽子打僵尸 所以我又去做了个粽子 做着做着 感觉真的有点像我之前的作品 当我把粽子放到游戏里时 很好 完全跟僵尸不搭 有艺术强迫症的 你要开始痛苦了 粽子好了之后 就要设定让玩家丢粽子 因为丢粽子目的是 是为了让僵尸震亡 所以我又制作了血条给僵尸 当我们用粽子打到僵尸时 僵尸就会扣血 但我好像把粽子设定错了地方 我重新调整过后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专业了 但是我的目的是想要 让你们在寻找粽子时 也能被僵尸吓到 然后又没办法攻击他的那种快感 所以我又新增了检取系统 你拿了多少个粽子 才能丢出去多少个 就让在现实中没人追的你 可能会伸受僵尸的喜爱 在上次留言区看到这种留言 让我脑中叮了一下 所以这次 只要玩家走过去 就能增加粽子了 经过上次的游戏 我已确认 我的玩家很聪明 他肯定会说 那我就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 去刷粽子就无敌了 哼 我懂你们 所以呢 这次我的粽子数量很少 而且会随机在不同的点生成出来 这说明呢 你必须得跑 不仅要躲避僵尸 还要走粽子 我看你们还怎么破关 难得的 测试很顺利 所以接下来 我就要限制粽子了 当右上角的数字为零时 玩家就无法继续就粽子了 当我以为很简单就能完成时 我的UI忘了设定 跑了之后 完美 数字有在变化 我也可以攻击僵尸了 接下来呢 就是当僵尸没有写实 就让它消失 很简单 只要把它抓进Unity Event里就好了 最后 最重要的来了 就是 曲小圆 由于技术原因 无法捏出跟曲圆一样算的角色 所以我先拿了这位 曲小圆代替 游戏设计是 玩家只要有命 并且找到曲小圆 就赢了 很简单 设置一个出发器 当玩家靠近曲小圆 就赢了 一切都好了之后 就要开始制作地图了 这次我下载了这个地图材质 然后在里面逛了一圈 觉得这个肯定很吓了 缺点是 电脑设备要好 因为我卡的要命 总之 我直接开始布置一下地图了 当我在确认地图 哪里可以装漏洞时 意外的卡住了 于是我开始放置了透明墙 为了防止玩家到处乱走 不得不说 玩游戏的时候 很喜欢做这种事 但做游戏的时候 真的很想骂这些玩家 放完透明墙之后 就开始放种子 以及僵尸 这部分 当然就不秀出来了 不然都知道我藏哪里了 游戏设置好了之后 一样的简单制作 书的界面 以及放置音乐 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游玩时间 然后现在这里是 嗯 主页面 因为上次有人说没有主页面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然后就就开始跟离开 所以就开始 就会进来到这里 然后就是一开始的地方 完蛋 我现在就有点头晕 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剪粽子 这样我就有16个超伴 然后僵尸看到我了 直接打他就可以了 那现在就要去寻找 又来一个 然后再继续打他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要去寻找 那个 去小园 但是呢 不知道他在哪里 哦呦呦 哎嘿 然后这有不会到的僵尸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bug 哎呦呦 哦呦呦 到后来 就哎 这两只僵尸在干嘛 在跳舞 哦哦被注意到了 对不起打扰你们两个人的好事 我先走了 对 哦 我要输了 OK 那输的画面就有一堆僵尸在这边看着你 然后有动画呢 有些连结在下方秩序了 然后提示是 因为区域员是头僵 所以他会在很高的地方 还是很低的地方呢 还有要注意的是 千万不要被音乐吓到 然后上次有很多呢 游玩了找钥匙2.0 却无法移动 可能跟设备也有关系 最后一次因为使用了HTPR游戏渲染 所以无法使用Web GL 然后设备跟我一样的呢 可能会有点卡 想游玩的人 记得去买新电脑咯 走之前 记得跟我说 种子好不好吃 我是Eva 记得订阅按喜欢 不喜欢 拜拜